我们看到这波原物料的行情 报价只要一直往上涨 股价好像就停不下来 就会一直往上冲 所以对于原物料的操作上面 我们是不是不用管其他的指标 看看报价就好 以报价来预测未来的行情 但是这礼拜很多的原物料开始冲高 报非常大的量 我们要请教结论 我们现在还能够只看报价吗 还能够只看报价消息 就一味的往前冲吗 还是说可能真的不得不提防 这礼拜的爆出的量 可能真的有一些疑虑了呢 好我想看燕婷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在上礼拜四 其实原物料族群也好 或者是台股的加权指数也好 都报的非常非常大的量 那我觉得报量来讲 其实就表示说 在高档有很多人要买 但是也有很多人要卖 就表示说短线的筹码是比较乱的 所以我觉得高档报非常大的量 其实就是可能要稍微保守的一个警讯 但是就原物料族群来看的话 我觉得说以目前来看 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大多头行情刚开始而已 那当然重点就是说 这种景气巡皇股 我觉得当然重点就是看报价 但是不是说报价一直涨 股价就一定会一直涨 有时候在产业界来讲 如果说他们觉得说 可能已经快到尽头的时候 其实股价就会挺前反应 比方说像是这种驱动IC也好 晶圆代工也好 其实目前也都还是在涨价 但是其实股价已经领先 已经开始有点转弱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 就整个传产原物料族群来看的话 当然目前的一个报价 都还是呈现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 那我觉得只要紧定报价 跟技术面去操作 基本上我觉得今年这个大多头的 一个原物料行情 还是可以好好把握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大多头行情 才刚开始 其实我们去看一下 最近上个礼拜非常强势的这种 航运股这域民的部分 其实域民在上个礼拜涨得非常多 因为BDI的报价在上个礼拜 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域民 它过去的一个表现 其实在2002年到2007年 是全球的一个原物料大多头的一个行情 那个时候其实域民的股价 从10块钱涨到了120块 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里面 其实横条的那个线是 股价净值比的一个河流图 那以域民的一个股价 它过去来讲一直都是在 股价净值比大概0.8倍 到两倍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目前的一个域民的股价净值比 其实已经来到了 这个本径比的一个河流图的一个上远 就是两倍左右的一个水准 可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 其实原物料大涨的时候 其实域民的股价还是有冲出去 比这个股价净值比的一个 两倍大概60块 还冲出去的一倍之多 所以我觉得这种原物料族群 其实你不要去预设立场说 我涨到股价净值比几倍 本益比几倍它就涨不动 我觉得重点是报价 只要报价能够持续上涨的话 我觉得当然原物料族群 都还是有持续上涨的一个机会 那再过来我们看一下中刚的一个部分 其实中刚也是一样 它过去的股价净值比区间 大概是一倍到两倍 那在2007年的时候 其实中刚的股价也是冲出去 股价净值比两倍非常多 那其实它那时候 从2002年到2007年 也是从20块涨到50块 涨了一倍以上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其实大家会把今年 跟在2007年2008年那时候 去做一个对比 因为今年的一个 不管是散装的一个部分 货运的部分 或者是在中刚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一个报价上涨 而且他们获利也都赚的 算是比市场预期好蛮多 那尤其像中刚公布第一季的 一个获利也是大赚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2007年那个时候的一个 时空背景到底是怎么样 2007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 一个经济成长非常的快速 所以它基础建设带动了 铁矿砂的一个需求 那铁矿砂需求强的话 就会带动散装货轮的一个需求 那时候中国大陆 铁矿砂进口的年增率 是高达20% 所以带动了散装 跟这个钢铁的一个 大多头的一个行情 那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有散装的新船的供给减少 但是需求增加 还有塞港的问题 所以造成BDI的一个 疯狂的一个喷出 那今年2021年 其实跟2007年那个时候 是有一点点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在基础建设的一个部分 美国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 这个拜登看起来是 势在必行要做的事情 那中国大陆他也推出 下一个5年计划 有新基建的一个部分 也是投入了10.6兆人民币要去做 所以中美两大国都同步 去推这种基础建设 其实在过去是不曾发生过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原物料族群来讲 会是最大的一个力度 那再过来就在传值的一个部分 现在一样跟2007年一样 就是传值的供给量是大幅减少 因为现在新船的这个订单的一个 新造船的订单是创了历史新低 所以今年的一个传值的供给量 大概2.6% 可是需求量却是年增的4.6% 所以传值来讲 还是会持续的一个供不应求 那再过来就是说 除了说传值跟这个政策之外 联合国的食品价格指数 也是创了三年的新高 那谷物这个来讲 也是散装在做运送的 那塞港的问题 目前也还没有解决 所以货柜散装这边来讲 都还是有持续这种报价 持续上扬的一个利多 那再过来就是铁矿沙的价格 创了10年的新高 BDI的价格也创了11年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包括中美的基础建设 包括塞港的问题 包括船只的供不应求 还有就现在资金的一个充沛 所以会有通过膨胀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些原物料族群来看的话 我觉得价格应该持续上涨的机会是蛮高的 所以整个原物料族群 我还是认为说 今年是一个大多多的行情 只是说短线涨多 可能可以趁大或者说再去找买点 所以这礼拜如果卡在高档上面的投资朋友 因为礼拜四这量真的爆得很大 所以表示有很多人是冲进去的 如果卡在这个位置上的投资朋友 不用太担心咯 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是还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当然量来讲是有点失控 可是就指标来看 不管是KD MACD 或者是均线来讲 都还是蛮明显的一个偏多的一个走势 那我觉得说 如果你买的成本够低的话 当然可以趁最近先做一些调解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成本比较高 短套的话 觉得应该是还不用太过担心 是 好 那我们要再接着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涨价这件事 在股票市场当中 涨价 有些产业反应涨价题材 股价一直涨固然很开心 但是当成本一环一环一环的 上下反应的时候 已经到消费者身上了 到我们身上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新闻 美国那边像是金百利克拉克 就是苏杰品牌卫生纸说要含涨价了 还有保侨公司也说要调涨 他们旗下有很多尿布等等的一些 卫生相关的用品 所以表示说 美国公司那边已经受不了了 好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明哲了 我们初期 当然消费者终端可能还能够接受 还能够买单 但是越往后面 你成本一层一层一层的加上来垫高 消费市场真的全部都能够消化吗 那一旦有开始没有办法消化的情况 他会不会反过来 就变成是这些大企业家的 营运成本压力呢 的确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不可能说厂商 我现在出来做生意 我就是为了赚钱 不可能成本已经明明垫高了 然后还自己拼命吸收 那个涨价的那个幅度 然后以便宜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那个难度上面看起来 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所以燕婷谈到这个问题 的确我觉得投资朋友 在整个投资原物料 个股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后续 他所可能衍生出来的一个风险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波的一个原物料大涨 其实最主要的 大概就是三个因素 第一个包括了美欧就是 那无线QE 当然推动美元走扁的过程里面 很多原物料商品 他用的是这个美元报价 那币值如果越低的话 当然那个报价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他不用需求推动 他也有往上走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第二个则是 疫情后之后的 那个全球经济回温 对基础建设的需求 以及拜登推了 2.5兆美元的这个基础建设 我想这个其实都是带动 原物料这一波大涨 非常主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认同 刚刚杰瑞所谈到的 就是说你说这个地方 原物料的一个个股 其实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涨势 应该是还没有去做结束 但这个部分呢 他有没有去反映到 现阶段这个影响到 整个消费的市场 我是认为说没有 但是到如果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在下半年之后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件事情 原因在哪边呢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 原物料的公司来讲 你今天不论是钢铁也好 作化也好 水泥也好 他的一个最大的成本 大多数都是原物料 比如说像是这个钢铁的一个部分 他最主要的这个成本就是来 最主要的原物料就是来自于铁矿砂 以及这个胶煤 因为他们是用这个胶煤来做一个炼钢 所以你在报价往上涨的时候 当然你就会适时去调整你的一个报价 如果说以国内的一个公司来看的话 原物料占传产的公司 他的那个成本大概就过半以上 就是假设你的成本如果是100块的话 你大概会有50块钱以上 都是买这些原物料 所以成本上升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就被迫要去调涨价格 那调涨价格事实上大家也看到了嘛 就是最近期的调涨价格就带动那个股价 一直不断的向上去做一个喷出 但目前来看 我刚刚为什么谈到说 现阶段其实还没有影响到消费端的一个问题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刚从疫情的这个谷底开始去做走出 所以需求比较强劲 另外产出其实并不是来的这么顺利 包括刚刚杰卫所谈到塞港 我想不只是货柜的一个问题 包括散状航运 我运了铁矿沙我运了黄小玉 但是我东西进不去 那个产出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状况之下 我想你直接转价给 现阶段应该最主要是在厂商跟转 厂商之间的一个转价 我如果上游要转价给下游 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 因为去年真的饿太久 所以希望当然今年我就是有机会 我就拼命赚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那个厂商跟厂商之间的转价 目前看起来都是可以呈现吸收的 那的确从这个CPI指数来看的话 我们也的确看到 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消费端 包括美国的一个部分 他公布出来的三月份CPI 是这个成长了2.6%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去年这个时候 你可能买一个东西是100块 那你现在是102.6%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或者是通货膨胀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台湾的一个主基础 预估是1.33% 我不知道跟大家的感受有没有落差 但是目前如果以这个预估值来看的话 目前是没有影响到消费端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什么时候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下半年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件事情 原因是在于说 什么时候它会造成这种高成本 对于公司的获利造成冲击 它绝对是需求突然大幅度下滑 不一定是报价下滑 而是来自于市场的需求大幅度的下滑 这个大幅度的下滑 有可能是来自于说 你的东西涨的真的太贵了 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不愿意去做消费 然后开始去做那个累积库存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说 大家发现好像经济没有这么热 所以以目前这个全球 大概各家的市调机构 他们所对于今年的一个GDP 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事实上的共同的共识都是 下半年的成长力道会非常明显的趋患 如果没记错的话 台湾应该在上半年应该都还有5% 但下半年会掉到2% 那美国这种所谓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扩大基础建设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大概也都聚焦在上半年会把那个 GDP的成长往上推 但下半年就会呈现兼换 所以这是大家第一个要注意的 那如果说以这个过去这半年左右 这个整体原物料涨幅来看 当然原油涨幅最大这没有问题 他去年跌到负的 但是你去看其他的包括铁矿砂 他回到正常水准 他其实冲击不大 但是铁矿砂或者是农量 他的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 但因为国内这一次农量没有涨到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下半年之后对于钢铁或散装航域 这个成本的上升 会不会对股价造成冲击 还要等到下半年吗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数据 台湾说估1.33%的CPI吗 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天房夜谈 我们楼下随便一间什么便当店 早餐店随便一家都涨5块钱 可以感受到物价真的已经在升温了 所以会不会大家或是甚至是联准会 根本就小看通膨 接下来在美国股市也好 全球市场也好 是不是通膨又会变成股市上面的压力呢 对因为这个部分他们原本是说 我可以容许这个通货膨胀率 有一段时间超过2% 但是你从2月份 当然目前看起来2.6% 其实是还在那个容许的范围里面 但的确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连准会要稍微思考一下 要不要去做那个提早缩表的动作 那当然提早缩表 你对于资金的供应减少 事实上对于这个资本市场来讲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阶段当然 在上个礼拜这个原物料类股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震荡 那我想就股价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是股价的角度 它可能会领先市场去做反应 那后续成本的一个压力 慢慢浮现之后 大家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下 如果真的需求 不是太强劲的话 我觉得可能冲击就会比较大一点 好这部分真的会是未来的一个隐忧 也许不会在现阶段做出现 但是爆炸一直涨一直涨 你我真的都受得了吗 当有一天如果需求真的开始减缓的时候 那可能都是企业爆价上面会有出现 开始松动的压力了 这部分我们要先超前部署提前准备 好所以在信用市场当中 我们到底要找哪一个区块有补涨的机会 会是电动车吗 最近电动车的话题真的非常的多呢 又有一家开始跳进来加入战局 谁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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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